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Fantastic Beasts The Crimes of Green The World 這部電影作為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前傳 也是上一集怪獸與他的產地的續集 據說整個前傳會有五集 所以我們現在才來到前傳系列的第二集而已 喔 對不起剛字幕打錯字了 一樣有導播非常多部哈利波特電影的David Yates 指導 並跟上一集一樣由J.K. Rowling 親自編劇 主演的有Eddie Ramey, Johnny Depp, Isaac Miller, Jude Law 我不是哈利波特電影或者是小說的瘋狂粉絲 我並沒有把所有的小說或者是電影都看完 而上一集怪獸與他的產地也沒有吸引我到電影院當中去欣賞 而只是在家裡把它看完的 所以我可能跟你不一樣 沒有那麼的熟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只是一個在週末買了一張電影票去欣賞 當週最熱門商業電影的一個普通觀眾 看完之後老實說 我還蠻喜歡這部電影的內容的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幾乎翻轉了上一集所有結尾確定的事 這部電影可以看到主要的反派葛林戴華德他巨大的陰謀 正在一步步的進行著 而唯一能夠跟他抗衡的正義巫師鄧伯利多 則請求他的學生也就是這部電影的主角紐特 去到法國巴黎阻止這位黑魔王 這部續集比起上一集來說故事變得更龐大 人物變得更多 有好幾個角色我還不太清楚他到底是誰 電影就結束了 例如那個日本大叔 還有一開始跟紐特搶工作的那位巫師 只能知道他們大概是好人或者是壞人而已 基本上這部電影是一個利用眾多角色 來完成主題的群像劇 不像上一集的格局比較小 就只是主角四人幫的冒險小故事 對我來說這一集的看點 都是在這些人物的身上 劇情部分就真的有點狗血又瑣碎 首先我喜歡這個鄧伯利多 他跟我們所熟知年老的那個鄧伯利多不一樣 在他身上還沒有那股成熟的智慧以及慈祥 不過有另外一種正直還有優雅 不愧是求得洛 他就是給你一種相當迷人的巫師風範 最後也揭曉他沒有辦法對這個反派出手的原因 甚至在他身上的秘密 或許也牽連到後面幾部電影的關鍵劇情 因為自己的醜聞 則差點要被換掉的強迪帶補這表現得也不錯 我覺得他又展現出來一個狂人的氣勢 這跟佛蒂摩是很不一樣的 但似乎哈利波特系列的魔王都不會表現得太嚇人 我想大家都同意恩布里居教授 比佛蒂摩可怕多了吧 一集佛蒂摩來說 這集真正現身的葛林戴華德 他更有自己的道理還有臣服在 還是超級會拉下線的直銷經理 而主角紐特一方面在這一集要面對自己愛慕的未來大嫂 又要跟女主角解釋兩人之間產生的誤會 我個人覺得在這一集當中 這兩位主角有一段在書櫃裡面的告白戲非常的棒 這真的是我今年聽過最棒的一句告白台詞了 雖然紐特看起來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不過身為主角他是整部電影的精神象徵 也是為什麼要把一本介紹珍奇異獸的童書 拍成一個成人巫師的冒險電影的道理 紐特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宣揚自己不被接受的理念 這個世界沒有怪獸只有心胸狹隘的人 於是他留下一本書去讓我們認識這些生命 主角相信世界所有的生命沒有高低 所有的珍奇異獸應該都是跟我們平等的 那人類當然也不應該彼此分類對立 或者在心裡面畫下一條拒絕來往的界線 在這部電影中我們會看到很多關於這部分的主題 像是鄧不利波和葛林戴華德的感情 莫魔和巫師不可通婚的法條 更清楚的則是馬戲團這個場景 就是表現出人類對於少數族群的優越心態 而這點就是反派要利用的 我看到很多人說這個劇名 葛林戴華德的罪行很有問題 因為反派葛林戴華德根本沒有犯什麼罪 或者是做了什麼壞事 我想這是一個在我們這個每天看著選舉造勢的國家裡面 很容易出現很容易看不見的盲點 最後的那個直銷大會 召集群眾散播恐懼 鼓吹血腥革命 並且用精英思想去合理化自己的野心 這其實是很大的犯罪事實 就算在哈利波特正傳的故事當中也在教導著我們 真正的邪惡 往往藏在我們看不見的身邊 他偽裝成一種很美好很正確的思想 讓身在其中的人深信不疑 像是下了之後一樣無法醒過來 這一集我特別喜歡的角色是那個會讀心術的奎妮 在此我就先不爆雷 只能說這個角色特別的掙扎 你會非常的在乎他最後的劇情走向 而相對來說其他幾個配角則沒有那麼的出色 包括這一集出現了利塔雷斯狀和紐特的哥哥西瑟 以及一直很美又跳出我們胃口的納吉尼 還有那個法國的黑人巫師尤瑟夫也是 而在這集一直找自己是誰的奎登斯 算是劇情的主要支線 那個部分我真的覺得我好像在看X-Man一樣 而葛林戴華德就是那個萬磁王 關於這部分最後的秘密真的是會嚇死大家 這部電影依舊有很多上部電影的優點 像是紐特家裡面的動物園 魔法世界依舊是讓人好奇又充滿著驚喜 不過跟上一集比終究少了一些新鮮感 還有劇本的深度完全比不上它的廣度 畫面上也沒有上一集給人那種明亮舒服的感覺 可能跟這一集比較嚴肅沉悶的劇情有關 在畫面上面還有特效上面都比較灰暗 然而故事的結局也真的是會讓人暢然若失 當然沒有到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那樣子的實施撞破啦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是這個系列電影想要更往 粉絲取向成人取向的一個嘗試 J.K.羅琳很愛布局 但他也很愛布很大的局 因此在這集當中有太多新的人物 而太少的時間在他們身上讓我們好好的認識了 我們看看五部電影拍完之後 會不會有像《無限之戰》給我們那樣子的感動吧 最後我要爆一個雷 這一集真的沒有柯林法波 這部電影適合給看著《哈利波特》系列電影長大的始終粉絲們 尤其是你想要在《哈利波特》的電影當中 尋找跟社會現象有關聯性的觀眾 特別推薦給想要知道鄧伯利多老了之後 到底是用什麼聲法嘴的你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講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